今天是我应该是星期三减肥的重要时间 但是我干了一早晨的活我要吃饭 所以我很饿 然后呢我交了这一大杯啤酒 我今天非常naughty是不是 然后我把这个 这个要跟我儿子一起喝 我吃不了那么多 然后我交了burger 我今天应该是减肥的 但是我今天实在太饿了 我一早晨都没停 都是干家里的活 就出门旅游回来 那就是紧接着就是 不停的家里的事情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文部阵网球赛世界公开赛开始了 就是在英国市的酒吧饭店 然后我在吃午饭可以看看电视 非常好 这是我的大午餐 这是鸡肉 其实就是两个面包放到鸡肉 中间 然后这是它叫墨西哥 墨西哥米 它是喜欢这家的多咯 所以就是可以常来 两个手 叫什么sauce 然后就是包叉 这啤酒都是包括这一个套餐里的 应该是八磅多钱 嗯 你到前台去去order 然后它买完以后 你告诉它的台名 你的台号多少号 会变成号 然后你就在这里等很快 四五分钟就上来了 应该不错吧 很喜欢吃鸡肉的 嗯 嗯 看来看着 你不能够吃它 Danny 它不是在这里 它是整个套餐里的 我可以分享一些鸡肉 你一会儿 多漂亮一天 这大餐也够吃了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一碗沙律 很漂亮的 因为都招了一些顾客 所以现在生意不是好做的 这多好 特别很舒服 就吃一吃了午餐 啊 挺好 看跟它这照片有没有接近 嗯 很接近的哦 看来是行 他们还是做的很实在的生意 做的很实在的生意 好 午餐快乐 bono pete 咤 咤 是我 我在这里 今天不减肥了 我 好好饱餐一 好好吃 美食就是快乐的 我要好好餐一大顿 哎呀 吃还是最幸福的是 我现在刚才尝了它这个 嗯 它叫墨西哥米 我还怕它们煮得很硬硬 其实很软很舒服 非常舒服 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鸡肉的这个料也非常棒 非常好吃 然后这是英国的英国的啤酒 很清淡 哎我就是在镜头上给大家看了 真的说真的 我自己生活里真的不喝 不怎么喝啤酒的 嗯 跟大家分享吧 真是这样一个目的 要不然我也 嗯 不会拍这个 这个就是啤酒的名字 很大一杯 这一大杯真够大的 嗯 我相信我喝不了 但是都很对哦 啤酒对这些辣的酱 因为它这个酱是墨西哥式的酱 也很好 这个酱放在鸡肉上的 鸡肉很嫩很香 还有些洋葱 哎 吃还是最大的幸福吧 但是我不忘减肥 我还要继续 不忘减肥 好 这个是onion circle 这个呢 在二南的时候 我女儿 我们叫的 今天有一餐 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色口 然后她先喜欢吃这个 咬了一口之后 她说妈妈 这里 还有那个洋葱 嗯 我有一口 这里面就有洋葱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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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是因果的 因果相对还是比较好 我今天看到有多少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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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好了 然后呢 盘子放的漂亮一点 好 都要刀叉叉叉了 都啪 哦 当然这里没有第二餐了 也没有第二盘了 但是还是要礼貌一下 都能像样了 嗯 这个猫 吃香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徐羊牡丹 大家看到这是我在爱尔兰南部的海边 左挑右选的 我在石头堆里,左找右找 大家看看 可以算不算这一块起石 很难,几乎是没有 没有机会 比较勉强,比较牵强的 我还是把这块石头捡回来了 还是挺沉的 还是有些石头挺好看的 这是我捡回来的 这也很好 123 很奇怪,我们应用123的很多都是123 它不只是中国的文化里有123 在瑜伽里头,它都是有呼吸 让我们练呼吸的时候有123 做三次 呼吸三次 要掌握平衡 永远是 左边 动作做完一定要在右边做 大家看到这也是123 这是感觉好看 12也好 12345呢 也行 是吧 但是123似乎是很协调很稳 这个有没有 这个石头当时在海边是非常滑的 非常滑 咳咳 咳咳 刚才在冰果的泡布里吃了一些冷的东西 这种石头 其实 一看它就不行 为什么呢 这已经看到这些裂了 这肯定是不够硬度 一砸就砸开的那种效果 所以它哪里有我们玉这么 结构这么严谨哦 这么密度 很很硬 这都不行 但是当时在海边很好看 确实很好看在海边 特别是这些黄黄的 跟那些黑色的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黄黄的很好看 撿回来似乎不是那么特别的出奇 这都是裂的 一看这是都是做不出什么 没法雕出什么东西 我是好奇而已吧 这次没有买纪念品 所以就 剪一些这些石头 这个是到处可见了 这种 这种像螺旋一样的 在海边很好看 这些在海边也挺好看的 这可以成一幅画吗 是吧 看得久一点 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一种放松和休息 就这个石头我捡起来的时候 它真的很黑 你看它这种黑很好看的 如果你能捡出50粒这么大 你就可以穿一个项链的 是可以的 嗯 因为它很光滑 这一步就不够光滑 这不滑 我一拿捡起来 这黑色的很滑的 被海水冲洗 于是我就站在那河边 因为汇入大海的有些溪流嘛 旁边的侧 然后他们就那样不停地这样冲刷 我就相信 哎呀和田玉就是这样冲刷 真的冲刷多少年 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珍惜玉石 因为它确实是时间跟岁月 时间和岁月 时间和岁月 是吧 所以我们感激玉石 但是大家看到我那照片上 有一个照片我照的不是 那也是精选精选中的那四五粒 不对六粒 六粒 你看这这种黄 有点像面包 饿的时候是不是想咬一口 这都出不来材料了 哪有玉石的那么那么 密度坚硬的 然后呢 哎对不起我这有鼻涕的鼻子 像这些就是也挺好看的 像个碗一样 先过来 他们可都是坐着飞机货来的哟 真的坐着飞机啊 在我的行李箱里 可是来自爱尔兰呢 嗯 不是很好看吗 你看这这种这种颜色 这个时间的冲刷 又有点预制的感觉 是吧 就是材料好 可以做点东西 那呢 过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 金银财宝的地方 打鱼的 渔夫的太太一高兴 穿一穿这个带脖子上 也挺好看的呀 那怎么了 是不是 然后借着机会 其实我录了这些是我在去年墨西哥的时候捡回来的 墨西哥 一个像海的一个 一个地方我们在海边 那房子里很漂亮 看月亮 月亮 月亮在海上 还有呢 但是这一组 有的很大的 它是很奇实怪状 有的是相当的圆 圆到将近完美 嗯 因为我们住的那房子里 他们家就有摆一些 那一定是从海里头 捡的 或者是 打商店买的 因为开车什么都不方便 我没有机会去买 所以就 这是捡回来的 也是坐着飞机过来的哟 坐飞机过来的哟 这个忘记了 这也是 这应该是在英国海边捡的 这是英国海边捡的 好好看哟 因为我们到英国的很多地区 哦 好好看 今天阳光还不太强 要不然的话就更强 看这个呢 最大的是我花钱买的 我是在一个集市上买的 是一个女人 英国女人卖的 这没有多少钱 十几吧 很漂亮 不错吧 我们这会结了很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像这个石头 是从奥地利捡回来的 奥地利 奥地利有很多好石头的 这像不像一幅画 这像呢 就得像 很像一幅山水 山水画 奥地利有很多好石头的 奥地利一个普通的小城镇 就有 一个很好的 一些石头的小展览 小展览馆 都是价值连城的 非常大的 大块的石头 这块石头 让人一想连天 让人家 这块石头 是吧 这应该是从英国捡回来的 这是奥地利 奥地利 这是奥地利来的 因为有特别多水晶在里头 水晶 水晶成分 奥地利 我们去的地方 真的是 应该是离意大利很近的 那个连接地方 于是就有特别多的 那个 这些 好石头 一定有的 他们也有矿开采 我们是旅游就不可能 所以就是捡回来做祭棉 是不是很好看 真的 在镜头里就更漂亮 我发现 有些东西在镜头里 不是特别漂亮 有些东西在镜头里 格外漂亮 风吹雨淋的就在这个 后来我看到 这贝壳背后是很粗糙的 是这样的 这是最原始的 没有加工过了 很好 给大家介绍完毕 一只怪兽 青蛙